七土区有二里长苏秋福和机动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一起看着党土墙上 已经彩绘完成台湾蓝雀以及油桶花大约四分之一的美丽图案和图案的轮廓 副议长杨秀玉特地和有二里里长苏秋福利用这一片长达三十公尺左右的党土墙 向市政府争取经费重新设计 七会上象征有二里历史的陆寮一坑口煤矿以及台湾蓝雀和油桶花竹笋等生态图案意象 美化老旧的党土墙同时也行销有二里 欢迎更多民众来这里游玩参观 这是我们油那地区的一幅画 包括我们有一坑口 还有我们的鼻桶树跟老鹰 我们的三分车断桥 还有我们的路寮跟车站 还有我们轻便车 能推的推车 还有油桶花 还有蓝雀 这是代表我们油的地区 全部所有的生态 还有动物代表性 因为原本这边是一个就是那个党土墙 那因为之前很多年很多年前就已经有画过一幅画作 那因为今年雷月他也老太隆重了 那就是有一次跟李党聊天 跟李明刚好在聊天 聊到说这里的这个整个青苔长满的青苔 那希望说这里是不是能够帮它清洗 后来我就赶快去想方设法帮它清理好之后 怎么样把这个就是我们地方的人文注入进来 那也跟这个里长跟我们里内的这些里民共同沟通之后 希望能够让七堵的这个有纳社区 包括马林坑那边也都一样 希望能够把七堵的故事告诉大家 让更多人知道说七堵的美好 那七堵是个山区嘛 那七堵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美好的一些主题跟故事 那我希望说借由这个整个异象穿越时空 让我们这些中老年人能够回顾 回忆一下这个当年他们的一个时空背景 那最最重要是让我们年轻一代的这些年轻人 知道说当年的我们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嬤爸爸妈妈 他们的生活的一个整个模式跟意境 也有借由这样来做另类的一个教育 让我们年轻人知道说懂得感恩孝顺 属于七堵区所谓山区五里之一的有二里 有着采矿的人文历史遗迹 以及丰富美丽的大自然生态景观 因此副一长杨秀玉和有二里长苏秋福 希望利用这块刚好位在有一里和有二里两里交界处 属于有二里的挡土墙 利用美丽的图案意象 欢迎来这里参观的游客 也让当地老一辈民众可以怀念过往 年轻人了解丰富的历史及大自然生态景观 更爱护自己的家乡 记者 吴俊松 基隆报导